腾讯体育室,北京时间8月4日,据NBC体育报道,前来网熊路主教练贾斯基德表示,在史蒂夫科尔不执教勇士之后,他有兴趣担任勇士的主教练,作为NBA的一位传奇后卫,基德的身上有着数不清的荣誉, 球员时代他曾经五次入选最佳阵容一阵,四次进入最佳防守阵容一阵,十次入选全明星阵容,他与格兰特希尔分享1995年的年度最佳新秀,他在历史助攻榜上排名第二,他职业生涯里一共拿到了107次三双外列历史第三,他在2010-11三季棒助独行侠拿到总冠军,他还在今年入选了篮球名人堂, 2013年6月13日,在退役不到10天后,基德就出任来往主教练一职,2014年,熊鹿用两个位来赐了选秀全交易来基德,但他的教练生涯,始终没有亮点表现,最终在今年1月份被熊鹿解雇, 在被熊鹿解雇之后,基德了层面是活塞等队的主教练一职,但是都没能成功,在湾区长大的他,希望有朝一玉能够回家乡执教,总有一天,我会回来的,希望能够在湾区当主教练, 基德说说,这里一直是我的家,希望能指教这里的高中球队,或者大学球队,或者如果赫尔决定不再指教了,也许有一天,我可以帮助勇士,整个球员生涯,基德场寸出战36分钟,可以得到12.6分, 6.3个篮板和8.7次助攻,头,篮命中率为40%,三分球命中率为34.9%,在执教熊鹿期间,基德取得了139胜152负的带队战绩, 掌雷飞安免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